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杯酒话难忘 不能再见到你 是我可怜的忧伤 回头看 一切都已在远方 一首歌这样唱 每每听到这首歌 总是会想起催护的提督城南庄 总让我有种揪心的凄凉 虽然这首诗人人数独知 但真正感到时光匆匆的还是另类 去年今日子门中 人面桃花相应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桃花和少女是美丽的 正因为有那样美好的记忆 才特别感到失去美好事物的畅王 因而有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感慨 时光不多 只是一年 就只剩下门前一束桃花 仍旧在春风中凝情寒笑 而当自己去有意追求时 却再也不可负得 这也许正是崔大诗人的这首诗 保持经久不衰的一束生命力的原因之一 曾经有个网友写了三首词 将这首诗进行了重新演绎 在网络上火了很长一段时间 遗憾的是 这么多年 始终不知出自谁的笔下 一王孙 那年春意催护重来 我亦未行人 常望曾经过此门 去遂相思见在身 那年春 除缺花开 不是真 二桃花女 落花时节不逢君 空念空之 空一门 空住眉间淡淡狠 那年春 记得儿家字阿淳 三桃花等闲烟雨 送黄昏 谁是非红旧 主人 也坐犹阳墨上辰 那年春 我与春风错一门 用一朵花开的时间 等你来到我身旁 可是一场轮回 谁又能知道 该是前生还是今世 着有喜 却不了西楼的哀愁 紧色上的孤独 却尽惹流年 可冷与无同的寂寞 又该谁去复卫 残月的无言 星星的沉默 那有着几万里的 阴河两岸 隔着随人的相思 几千个光年 刻着景年里 永不停息的伤 青涩的孤王 事前是擦肩而过 曾相识一笑 今生便痴痴缠缠 带的来世 或只剩一含月清灰 清洒衣襟 对座招募 错愿当时春风薄 终是没有什么可以不变的 昨夜必尖割 今晨花上漏 君顺息消散 一日星期千结在 四月芳飞 缤纷已尽 只守花神 空柱眉间淡淡狠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